这项劳工书法、绘画、摄影展览 今天上午8点半中举行揭幕典礼 由台湾省社会处长邱创焕主持剪彩 展出的作品 书法类有58件 绘画类有50件 摄影类114件 由这项展览中 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的进步 和劳工生活的安定情形 扩大工作汇报 由省总工会理事长吴阿明主持 省社会处长邱创焕 和全体理事等150多人 都出席了这项汇报 汇报中首先攻读了总统训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 然后并且就如何发动会员支持 下届地方自治各种选举案 提出了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